另外呢就是國會大現場囉 我們來看 國會大現場我是秉鴻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了 立委賴士堡委員早安 大早安 那委員我們今天要談到一個題目是說 現在的這個國使館就提出了說 李登輝的這個過去幕僚 他現在的這個訪談錄中 這個新書就提到說 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是 這個現在的這個司法院長 許宗立最早所提出來的 但是因為現在這個國與國的關係 其實也就是兩國論 他其實也是影響到我們 美中台三方關係非常的久遠 那現在突然說 原來這個兩國論 當時候以為是現在的總統 蔡英文所倡議的 結果居然是許宗立 當時所提出來的 在今天我看到媒體這樣報導 我會嚇一跳 因為從1999年 那時候李登輝接受 德國之音的專訪 他提到兩岸之間 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引起軒然大波 引起台海危機 引起中國大陸的要飛彈要打台灣的演習 然後大家都知道那時候就是蔡英文 大家認為那時候的國安會的諮詢委員蔡英文 所提出來的 所以到今天以前 大家都認為是蔡英文 所以蔡英文念之在之 就是兩岸關係定位為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 結果今天謎題揭開是許宗立 許宗立這個真的我個人都嚇一跳 因為過去都沒有出現 而且過去都不知道 許宗立原來這麼厲害提這個東西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在過去他陳水扁時代 已經當過大法官 後來蔡英文時代又重新他叫載論 這怎麼是載論 就當然按照相關的規定 他就是只能做八年八年十六年了 他硬要做二十年了 這不通的啦 所以你就發現到說他的後臺非常硬 包括最近我們現在正在審的姓名三法 最近的整個這個社會的輿論在批判的me too這個東西 那司法界甚至於包括司法官 也有一些人涉入這個東西 司法院都文文不動 然後沒有人去去苛責他 沒有人譴責他 你就知道許宗立的背景有多麼的硬 其實我們就在看 然後看起來因為現在蔡英文強調的中華民國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這個概念就是特殊國與國之間的概念 國與國嘛 所以互不隸屬 其實這樣的講法是違背我們的一個中華民國的憲法 現在沒有修憲之前 更遑論自憲之前 你要遵守這個憲法 總統針對是面對這個憲法宣誓的 宣誓就此總統 結果後來發現原來最早最早的祖師爺是許忠立 難怪許忠立左右逢源吃得開 怎麼樣他都不會下台 怎麼樣他都有大官可以做 甚至於前一陣子他以司法院長之尊 開記者會的時候還批判時事 評論時事 講共軍老台的事情等等 這個跟司法什麼關係啊 勞固界了就清楚看得到 許忠立是道道地地的不忠立 道道地地的完全從司法人變成一個政治人 那其實也可以看到就是說許忠立的這個整個 完全就是非常政治正確的安排 但我們要回來提到那是不是蔡英文政府 這個大官啊高官都是像這樣政治正確 而不是考慮到專業的這個分配呢 沒有錯啊你可以看嗎 你可以看啊這個 這個現在快馬上變成農業部長了 這個陳其中 他有什麼招 噴到問題大撒幣 噴到問題罵老公 沒有第二個招沒有第三個招了 沒有了 他這個缺蛋缺了半年 他就不用下台 然後這個我們的農產品 農產品外銷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 他說分身市場也沒有 他可以一直當他的官 王美花工業也不懂 商業也不懂 他就有一個好老公啊 孤立雄啊 說有關係 關係跟蔡英文關係深厚 他就繼續當他的官 完全不專業啊 許忠立現在看起來 他原來是法律人 照理講可以非常公正 可以非常的義氣凜然 結果現在不是 現在變成這個大道地地 可以如假包含的政治人 那他知道蔡英文需要他 他等於是蔡英文真正的幕後的國師 那這樣的話其實也可以發現說 許宗立當然又是大法官 又是這個司法院長 但是像這樣子的專業政治任命 那其實也是現在人民對於司法 非常不信任這個原因之一嗎 沒有錯 你那個時候調查 把司法的信賴度大概都差不多有五成左右 是不相信司法的 這個老實講 許忠立要負非常大的責任 他等於是司法界的龍頭 搞到現在整個人民 整個台灣人民對司法這麼的不信任 他要負這大責任 OK 好 非常感謝爾文 謝謝 好 我們回來可以提到 就是這一次的這個國使館 其實李登輝的這個僱僑 他就要提出他過去的這個訪談錄 那麼其實就提到說 過去這個兩國論 也就是特殊國與國關係 最早的倡議者 其實並不是蔡英文 而是現在司法院長許忠立 許忠立其實過去我們可以看到 在今年一月的有一個司法院的記者會 他突然就提到這個中共共機老台 其實當時就被外界認為說 你的這個身分談這個好像非常的不太合適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現在這個MeToo的風波 其實有不少的法官 甚至是前懲戒院長 其實都涉入了這種性騷風暴 但是我們卻沒有看到 任何綠營的執政人物 來去檢討到這個許忠立 而現在這結果其實也出來了 原來他就是過去提倡 特殊國與國關係的這個創始人之一 那也難怪他的後台會如此的硬 也難怪他是這麼政治正確的一個人物 那以上今天的國會大信長 我是秉鴻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俊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俊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異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種 異生俊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異生俊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夠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我的推薦碼 CTI798 CTI798有何外的折扣喔 CTI7 пока CTI7 밀圖 舐了 CTI8 CTI8 CTI8